宇宙飞船的最快速度是多少 2011年发射深空的美国诸诺号 受木星的巨大引力的影响 达到了73.6公里每秒的移动速度 但放在广袤乌银的宇宙中 这只能称之为归宿 要知道宇宙中物质运动的上限 光速每秒可以移动30万公里 在上世纪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告诉我们 光速是速度的极限制 即使我们能把宇宙飞船加速的光速 到达距离我们大约4.3光年的恒星系统 比灵星并返回地球 也需要近10年的时间 此外宇宙飞船本身 还得考虑能量限制的问题 因此要实现星际旅行 就对突破光速极限才有可能 有两种方案可以实现超越光速 第一种大家应该都有听过 就是利用虫洞 当你通过奇异物质将时空自裂 再粘结在一起 你就拥有了一个虫洞 它就像是通往异世界的大门 穿越它就能身处百万光年之外 第二种方法 就是我们在很多科幻作品中 看到的一种加速技术 取速引擎 在电影《星际民航》中 企业号宇宙飞船 可以利用高于光速 9000倍的速度航行 如果利用企业号 飞滴比灵星 只需要9个小时 就可以实现一个来回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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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